一本書的版稅究竟可以拿多少呢? 我們來聊聊出版秘辛吧 大家好,我是志明 李貓 今天要來聊聊出版的秘辛 到底一本書的製作從頭到尾是怎樣的流程呢? 最重要的就是書名 其實書名就等於你這本書的主題 對,我們從第一本書呢 因為那時候大家還不認識阿瑪 所以我們用阿瑪建國史 來講完整的每一隻貓進入後宮的故事 後宮交換日記 從貓咪的立場來看事情 用牠們的貓咪口吻 可能會讓大家更貼近牠們想的角度 被貓咪包圍的日子 我們這本書當時就是設定在 大家對於後宮的貓咪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了 這本書裡面都是在寫很多小故事 比較深入在討論牠們的生活 比較是人跟牠們相處的故事 那第四本呢 我們就是說 貓永遠是對的 那其實我們書裡面寫了齡齡種種的 貓咪會做的小壞事 就是想要用這本書來告訴大家 養貓這件事情可不是那麼簡單 那因為我們兩個合作 在初出這件事情已經合作了四本了 其實都已經有了一定的默契 通常文字以我為主 我可能會大致寫完 就會交給你貓來做拍板 拍板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把文字跟圖片放在適當的位置 適當的視覺位置 對 我們在看書的時候 好像大家覺得很理所當然 可是這個一定要有相當的美感 才有辦法拍書讓人家覺得 看起來舒服的狀態 對 因為我們跟一般的作者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本身兩個都是作者 所以當我們把文字交給李貓的時候 李貓再配上圖片的時候 我們書裡面很常有一些小插畫 甚至是一些圖片上面的說明文字 你們都看得出來那個就是李貓寫的 因為裡面就是有一些比較無厘頭 比較搞笑的部分 我們在書的內容上面有一個 互扁的 無火無從天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文字寫下來 可能會比較嚴肅比較感性一點 但是透過李貓在這些小地方上面的畫龍點睛 就會覺得好像讀起來不會那麼有平鋪直序 會覺得更有趣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都給出版社之後 他們會出醫教稿給我們 所謂的醫教稿通常會比較常是在電腦上作業 因為編輯他們會告訴我們哪些字啊 有錯字啊 或者是哪些地方有需要調整的 他們會建議我們 然後我們在電腦上再修改完 再回檔案給他們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難 可是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書 可能會覺得很通順 這都是在教稿之後才有辦法到達這樣 可能我們平常習以為常的一些字啊 用語嗎? 可能都是錯別字 但是我們自己卻不一定知道 就教稿之後就會發現 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正確用法 可能是錯的 其實它不是正統的用法 譬如說我們在有一本書裡面 應該是第二本書吧 對 我們大概被私訊了十幾二十次 不只 大概四五十次以上 我覺得全天下的人都覺得我們中文很差 在阿瑪的某一篇裡面 阿瑪說為何要那樣虎賀正 非常多人私訊我們說 那個寫錯的應該是下虎吧 你們寫錯字然後兩個是寫反 真的笨 其實我們原本是寫下虎 當時我們的那個編輯呢 他非常非常的要求 在字上面要用正確的用法 所以他當時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要把它改過來 有很多字呢 也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真的我們的錯別字 沒有人敢保證 一本書裡面可以叫到完全沒有錯字 但是任何一個編輯都不敢保證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如果你發現錯字的話 就是也算是正常現象 正常現象 對 正常現象 就也不用太驚訝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能到三叫 叫完就想睡覺 三叫完之後他可能就會 印出那個打樣 對 可是那個紙樣 不會是我們最後看到的這個紙樣 打樣他主要只是讓你看說 你印出來的整個排斑 整個的感覺 就連圖像文字一起叫高 打樣完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他們就會進去製版場製版 基本上到這個製版這一步的時候 就不能改了 要再改就要重新製一塊板 就要花很多錢 然後我們製版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要準備印刷了 所以出版社就會帶我們去看印 看印刷的時候 主要就只能再去看什麼顏色多一點啊 什麼顏色少一點啊 黃多一點啊 紅多一點啊 做一些在圖像上面的細微調整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不能改圖片跟改文字了 所以如果你發現錯你就只能 對 希望大家沒看到了 印完全部紙樣印完他會裁切 裁切完他之後就會進入裝訂 就會裝訂成大家手上看到這一本書的樣子 對 其實我們書裡面總共有兩種裝訂方式 那除了第二本之外呢 其他三本我們都是這種廣開交裝 什麼叫廣開 因為他已經接近最廣了 他就把腳打很開的 第一本書我們已經到廣了嘛 可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不夠廣 所以我們在第二本書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裸線交裝 這個就可以這樣完全的平躺 這個就不行 除非你把它拆了 因為我們想說貓咪很多照片 有跨頁的 像這樣看到跨頁完整不會被截斷 但是沒有想到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第二本書一上市之後 有非常多私訊跟我們說 是不是有問題要換書 其實要跟大家講 這種裝訂方式是比較貴的 常常用在是畫冊啊 或是很大本的抗議 其實這樣子的裝訂啊 它反而是比較不容易壞的 就是它其實是更堅固更牢固的 後來我們就想說 大家比較不習慣這樣的裝訂方式 所以我們在第三本跟第四本的時候 都又改回來原本的廣開交裝 然後裝訂完之後就是準備上市 就是排一些預購宣傳活動 然後上市之後可能會再搭配一些 像簽書會 行銷活動 最後就是大家最好奇的 一本書究竟可以拿多少版稅呢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拿的版稅會非常高 然後我們賣的書賣的非常非常多本 我之前聽過有人在猜測 他說我們一本書定價是350元 他說我們至少拿一半吧 我們粉絲團有100多萬 他就說你們至少有50萬我們能買書吧 然後你看這50萬 一本你看賺一半 比如說賺150好了 150乘50萬多少 那個數字我真的是 750萬欸 欸還是75萬 那個數字我真的是無法想像 基本上版稅呢 一般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在10幾% 不是大家想的說什麼好像一半啊 或者是超過一半啊 那現在台灣 怎樣的書算是賣得多的人 剛剛我們講說50萬人買書嘛 那是不可能的是幾乎 那是絕對不可能 這個是暢銷中的暢銷暢銷暢銷 其實現在說真的 對出版稅來講 真的有破萬的 真的算是賣得非常好 所以版稅並不像大家想的 賣完一本書 你就可以買房啊 或是一台車啊 或是什麼的 一本書製作其實是非常繁瑣 往往做完一本書 你花了時間跟得到的利益 是有點不符合成本 尤其是在現在就是這麼 數位這麼發達的時代 就是書已經慢慢 沒有那麼多人願意買 或是沒有那麼多人願意看了 因為大家就滑滑手機就看完了 總之就是現在有很多書店 真的已經 快倒了 真的快倒了 對 大家要多多看書 不一定是看我們的書 其實多多去找書來看 順便補充一些知識 希望我們的分享 有幫助你了解到出版業 然後也希望出版業的人員 對我們講的 有沒有那麼周到的 請多多包涵 喜歡這影片幫我按一下讚 然後記得訂閱一下囉 那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